一個資料夾 每一個這個SQLite範例的資料夾裡面都有一個程式 然後不外乎就是介面 介面這邊 到這邊 應該會貼吧 這應該已經很舒服 而且你會發現你把它貼到Enjoy Studio裡面也OK 他們兩邊是相通的 第一個就是我會用table row 所以table row把它加上去 因為我的版本比較之前舊的 所以我要把它重貼過了 貼上來 你會發現舊版是黑色的 新版的就變白色 再來的話 把它執行一下 如果貼上去 把它run一下 因為這一題 程式稍微比較冗長一些 有些可能你可以做的你就先做 你不能做的比如像資料庫那部分的話 恐怕以後你可以拿來當成範本 就是該知道加哪些就OK 主要就是要把那個database給建立起來 然後建table 這整個流程 有些東西可能要 把它背起來 其實有點困難 那比如說第一個 我在啟動的時候 我要做什麼事呢 建立這些 建立什麼 資料庫 建立資料表 新增四筆資料 所以我的等一下動作 第一個 多這些 其他的話包含就是 宣告物件 像畫面上面有 這個不用 123 然後一個list view 這個都要 另外還需要一個database的物件 這個變成說多的 所以往後 你們只要在 程式設計 界面 只要需要儲存資料的時候 把什麼呢 把你可能 做過的動作 或者使用者做過的動作 存起來的話 有需要儲存的話 那可能就會用到資料庫 那怎麼樣 新增資料 我們來看一下 這邊這些資料 要怎麼建立起來的 OK 首先第1個 界面應該沒問題 第2個的話 把這個 ManActivity打開來 打開來之後的話 接下來我們按部就班來看 當然 我們 已經做了這麼多 的程式 基本上 我的 原理原則都一樣 第1個 在Essence Activity下面 一定要宣告物件 宣告哪一些呢 宣告畫面上會用到的 有一些是看得到的 有一些是看不到的 包含哪一些呢 這1 2 3 4 所以 這個 兩個 兩個button 然後一個ad test OK所以這邊的話呢 其實是對應這個 應該沒問題 第二個的話呢 是什麼 資料庫 對 那資料庫特別注意 看不到的 不過 這個反而更難 以後如果說你要建立Database的話 需要哪一些東西 第1個 Seqlite 這個類別 當然上面一定會引用 他如果你 你上面一定會 import import這個東西 那名稱的話 物件名稱我叫Db 預設值給它Nur 好像不給Nur 也沒關係 好的樣子 那 這個 物件呢 主要用途是什麼 就是要建一個Database 用這個物件 才能建立Database OK 第二個的話呢 建立一個Cursor 這個Cursor 類別建一個Cursor的 物件 這個物件是做什麼呢 就是建立那個Database 裡面的Database 裡面的Table 因為一個Database 裡面有很多Table 我們利用它 才可以去跟Table做溝通 所以第2個 一層 第2層 OK 這個 科色裡面當然呢 還有很多的欄位啦 比如說這個欄位好像有三個吧 你要劃分 接下來的話 Seql語法 Seql語法是做什麼用途呢 就是說 如果我今天 當我建立一個資料庫 我在啟動的時候要做什麼 要CreateTable CreateTable 這個資料表原來不存在 我要把它 把它建立起來 所以語法一定是CreateTable 這個固定的用法 那後面加一個 if Not Exist 如果哪一個呢 這個Table是 這個資料表名稱叫Table01 如果不存在的話 再去新增 可是如果已經存在就不要新增了 所以 大概都是第一次使用一定要新增 那裡面的話有哪一些欄位呢 因為這裡面的話我需要有 一個是ID 然後一個是Name 一個是Price 就剛好是這個 這個是編號 所以對應到這個 ID 第二個是Name 這個是Name 對應到什麼 對應到這個香蕉 第三個是Price 對應到價格 所以有三個欄位 OK 那特別之外 因為我們不是重點 因為資料庫 我想你至少要有個基礎 我們就不是細講那個資料庫 的那個結構 因為每一個資料庫 大概都差不多 裡面不外乎就放什麼 不外乎放整數 不外乎放有幅點的 就是有小數點的 不外乎就是放字串 有沒有 所以你會發現 這邊就多一個什麼 像Name的話 是一個Test Test就是放文字 然後如果你是整數的話 就Integer 那如果說你是那個 像什麼 有幅點的 有小數點的 那用Double OK 那這個 請你參照一下 一般在書裡面的 或者你找一本有關那個 CCLite資料庫的資料形態 你就知道怎麼去下 那個上面的資料形態了 還有 第一個是Key 它除了是Integer之外 還多一個Primary Key Primary Key是什麼 主Key 就是不能重複的 唯一的 OK 另外如果這個Key 它要自動產生的話 後面要加一個什麼 Auto Increment 有沒有 這個好像前面有做 那也就是這個欄位 你不用刻意丟值給它 只要有多一筆 它就自動怎樣 幫你編號1 編號2 編號3 編號4 一直5678就對了 如果中間砍掉 它不會不管你的 反正就一直往下就對了 這個叫AutoIncrement 所以以後 你們如果要建立那個 資料庫 再 先檢查一下 這個Table存不存在 不存在 就建立 建立的話 你給它 哪些欄位 OK 這個有點像以前 如果你有學過SS的話 應該 應該會吧 建立一個 設計檢視 然後 欄位名稱 選一個 資料形態 選3 這樣的話就有一個 空的Table OK 所以產生一個空的Table OK 再來的話 接下來要做什麼 所以你會發現 我們等於是 多了一些東西 其實這一段 就是 建資料庫 物件 跟資料表物件 還有建立Table的語法 OK 再來的話 我們要連結 我想連結部分 應該跟前面一樣 就是 這個有總共有四個東西 所以這個應該不會意外 這個應該不用多講 再來的話 可能需要講的 就是說 當uncreate的時候 就是當這個App 被叫起來的時候 那我除了說連結 這四個 這個 四個之外 還要在做什麼呢 建立 一個資料庫 為什麼 這個地方怎麼樣建立 特別重要 也是 這個有沒有印象 Open 偶爾 Create Database 這個語法上個禮拜用過 反正呢 以後 你們要建立資料庫 一定都是用這個語法 因為 一個App 剛啟動的時候 一定沒有 這個資料庫 那你必須 怎麼樣 先產生一個 空白的資料庫 給它 怎麼產生呢 Open Open意思是說如果有存在 就打開 如果不存在 就Create它 因為我們第一次一定是Create 名稱由 你自己去決定 也許Db1 那如果說 將來 如果你的資料多的話 你可以Db1 Db2 Db3 不過以後的話 資料都會 就會變成不同的資料庫 裡面 那因為我們這邊的話是 建立在 這個資料庫 第一個 外部的資料庫要有 然後 我們這邊的話呢 相關的參數 我們 給2 這邊為什麼給2呢 實際上這邊有 有沒有 它總共有一個是Name 一個是Mall Mall的話呢 如果是2的話是什麼呢 就是 0的話是這個 2的話是應該是 Writeable 或者你可以用這個 叫做 Mall的 這個 Ctrl C 如果你不用2的話 你可以這個 貼上也可以 就叫做 Mall的 Writeable Writeable 可以寫入的意思 那 再來的話呢 這個 Name 應該就是Factory 這個不用 沒關係 所以有3個參數 這個前面也有講過類似的 接下來的話 做什麼呢 已經建立一個資料庫了 有點像建立 SS 第二個 我已經有個Table 再來做什麼呢 把4筆資料 放進去 那4筆資料呢 就是 香蕉 西瓜 梨子這些 怎麼新增呢 特別注意 接下來 我要先建立那個 建立什麼 建立那個 資料表 所以 Excute 這個 Createable 其實這個Createable 是什麼東西呢 其實就是 剛剛上面這個語法 有沒有 其實上面這個地方 它其實 原來只是一個字串 它還沒有被執行 如果你要執行的話 請你在哪邊執行 在這邊執行 那你想說 老師那我可不可以在上面執行 當然不行啦 為什麼 因為資料庫還沒有建立啊 所以一定是什麼 先建立一個資料庫 才是去什麼 建立資料表 它的階段上 資料庫 裡面會有資料表 資料表 那我們同步的已經建立三個欄位 所以有三個欄位之後呢 才可以放4筆資料 那怎麼樣把這4筆資料放進去呢 可以用這個語法 叫做 Excute 什麼呢 Insert Into Table Name Name就是那個名稱嘛 Price Value 香蕉 跟價錢 一筆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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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別把它新增進去 那當然如果說你將來這個資料從雲端 或者是從別的地方的話 那怎麼樣 你可以跑一個回圈啦 像Jetson有沒有 像剛剛同學之前有說 一個Jetson 你可以解析把一個Jetson 放在一個Jetson 物件裡面 然後再用解析跑一個回圈 Foreach In這個object裡面 然後再把裡面的東西有沒有 解析出來 Inse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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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的話 就會從雲端裡面 通通幫你把資料 寫到哪裡呢 寫到你的app裡面 那現在 政府的開發資料裡面很多 都是Jetson 所以 別人首先 又只能取 比如說你想要取得那個什麼 到底台北市有哪些地方還有停車位 那你就可以連到它的決勝檔把它抓下來 不過這個可能有點難度了 這個我們後面再來看 如果你要加的話 你可以把取得的決勝物件放在這裡 它就可以一筆一筆的塞進 因為我們這邊是有四筆資料塞進去 應該可以理解吧 到這裡為止 這個資料庫部分的話 我們就建立起來之後的話 再來做什麼呢 再來就是把所有的資料 通通都塞 因為我已經建立好這個table 然後裡面有四筆資料 那接下來的話怎麼樣呢 我要把這個資料通通都查出來 並且再塞到list view裡面的話 那我這邊的話有一個get all的方法 這個get all的話就是把它查回來 放在哪裡呢 放在這個cursor 那這個cursor特別注意 因為我現在資料是放在table01裡面 可是要放在list view裡面 必須要先放在cursor cursor就是有點像是 記憶體裡面的一個虛擬的一個表格 我把資料表抄到記憶體的虛擬表格 才能夠再抄到哪裡呢 抄到list view裡面 這個觀念應該有啦 OK 那裡面做哪些事情呢 我們來看一下 接下來的話就是get all 其實get all的話是一個方法 我們往下看 這應該是在下方 這邊有個叫get all 在這裡 那這邊的話呢 實際上就是把cursor 怎麼樣查出所有東西呢 那因為它這邊有個返還值 返還一個cursor給它 所以丟回去之後的話 它是一個function 丟回去之後 丟回去一個cursor 那這邊的話 我是利用什麼 這邊一樣是建一個cursor的物件 然後呢 利用什麼 db db就是database那個物件 它有個叫rollquery rollquery就是去查詢 查詢什麼呢 select 所有 其實不是所有啦 select 這個id 就是編號 然後id 再加個點 再加一個name 這個串起來的話 其實這個 這個符號是什麼 串接符號 也就是說把id 再加一點 再加一個name 然後呢 重新命名一個叫什麼 就叫pname 所以返還回來有沒有 前面的部分呢 是串接 後面是串給後面那個名稱 所以將來抓的話 是抓後面那個名稱 這個有點像是別名的意思啦 產生一個別名 那這個別名的話 就是id 加一個點 加一個name 為什麼會有這個呢 因為各位有沒有看到 這邊是不是有個 有沒有 有沒有 這個 id 加一個點 加一個名稱 這個名稱 當然我將來要顯示成這樣 所以我就把這個先組好之後 先放給這個pname 將來用pname來代表這個 ok 這個pname實際上本來沒有這個欄位名稱 我們等於有點像取一個別名 ok 好 再把price from哪裡呢 from這個table01 所以這個應該看得懂吧 這個我想是 SQL語言的 比較基本的應用 所以如果你對那個SQL語言不太熟的同學 恐怕你要看一下 SQL的語法相關教學都有 其實 就是無論是SQL Lite也好 其他的那個像什麼 SQL Server Oracle 都用一樣的 MySQL也是一樣 ok 那查出來之後的話 把它return回來 所以我就取得什麼 取得一個cursor 再來的話要做什麼呢 就是再把它塞到list view裡面 所以這邊 我有一個叫做什麼update adapter 因為我現在已經把這個東西放在虛擬的cursor裡面 還要再怎麼樣呢 把它update 所以這邊傳給它一個什麼cursor 就剛剛的東西 然後呢 我在這邊建議一個叫update adapter的一個方法 這個方法的話在底下 它是一個void 這個void就沒有回傳值 要接收什麼 接收一個cursor 所以接收到之後的話呢 要怎麼樣 可以把資料放到下面這個list view裡面 其實上個禮拜有講過啦 不過可能這個比較難一些些 因為呢 一個list view裡面要顯示資料的話 如果是文字的話 是array adapter 還記得吧 如果是有文字又有圖的話 圖的部分要加一個像base adapter 有沒有 還有印象嗎 base adapter 那如果是跟資料庫連接的話 要用什麼 要用 這個叫什麼 simple cursor adapter 反正就是一個連接器 連資料不用它就對了 不能用別的 你不能用array adapter 因為array它不行 ok 然後呢 這邊會產生一個adapter 再來的話怎麼樣呢 就是把資料再丟進去 那這裡面的話呢 我需要幾個東西 adapter裡面需要list 需要它的那個畫面 一個view 再來的話就是說一個cursor 接下來的話就是把相關的欄位 包含就是這個p name 然後一個price from 從這邊塞到哪裡呢 塞到我們產生的這個view裡面 不過這邊我們這個view 這個view我看一下這個叫做simple list 這裡面的話有兩個 一個是什麼 一個是上面這個 其實它這個是一個板型 這個板型是長什麼樣子呢 長上面這個樣子 這樣子 然後切割開來 上面放一個東西 下面放一個東西 然後呢 上面放的東西 上面放的東西的資料來源 這個是from 這個是from這兩個 一個是我的什麼 名稱 就是上面的名稱 下面是它的價格 然後呢 放在這個 特別是底下這個android開頭有沒有 實際上指的就是它上面這個 上面這個板型裡面有沒有 它就是長這樣子 上面放一個下面放一個 上面這個叫test1 下面那個叫test2 那我就把這兩個資料塞到什麼 這個板型裡面去 所以test1塞進去 test2塞到這邊 那因為呢 它是一個adapter adapter是有點像 主筆主筆的 所以它一個資料就放一個板型 那一個板型裡面的話有兩個資料 空間放進去 換下一個換下一個換下一個 這樣的話整個就放上去了 應該懂我在講什麼吧 這個可能 版型又是不同的話 那怎麼辦 很簡單啊 把這個版型 它是外部的嘛 就是在android 還記得放哪裡嗎 有沒有 它把那個搬到哪裡呢 搬到裡面來 然後再修改就好了 我可以有印象 如果沒印象的話 請查閱 前面的那個影片 應該是在那個什麼list view 有沒有 如何更改顏色的 我們本來我說list view 不能更改顏色的 那如果你要更改顏色 是不是要從外部取得那個版型 那那個版型 請你找一下 是這個喔 是2的喔 直接前面好像是1 好像一個版型而已 這個2是有兩個版型 是不是有點抽象 其實就在哪裡呢 在那個我們的 我看一下喔 這個我們的路徑 應該是在 我是放在Eclipse裡面 的這個 對不對 然後Pattern Forms 裡面的10的版本 的Data Data裡面的Resource Resource裡面的Layout 這個 這個 我看一下 simple 這個叫什麼名稱 simple list item2 所以 simple list 往下再捲 item2 這個 那如果說你要把它 搬到裡面 像剛剛同學問的 這問題很好 因為其實 說真的 這個在考驗 有點像考你的記憶力 就真的這個 這個 這個 然後怎麼樣呢 再把它 這個有沒有 搬到哪裡呢 搬到你的Layout裡面 放開 他問你要不要Copy 是 這邊的話 你可以把它刪掉 Android開頭的部分 因為我們剛剛 Android開頭是在外部 那因為現在已經搬進來了 所以 你把它Delete掉 那這個時候也不會Error 但是你如果沒有搬進來的話 你就會錯誤 因為 它找不到這東西 OK 這個是一個版型 接下來 你可以把這個版型打開來 打開來之後 各位可以看到這邊 Test 1 Test 2 有沒有看到 就長這樣子 所以 它實際上 就把那個版型放到那邊 然後一個蘿蔔一個坑 把它放進去 所以以後如果你有三個資料的話 比如說你要放三個 旁邊再放一個的話 你再做一個版型 Test 1 Test 2 Test 3 如果四個也可以 如果說將來要放個圖的話 有沒有 也可以 不過更複雜 這個就是Base Adapter 請各位參閱 如果要加圖的話 請參閱 應該範例例設4吧 不過這個其實是真的還有點複雜 應該知道我在講什麼吧 如果不知道的話 真的就是回頭再看過 OK 所以請各位把剛剛我講的部分 稍微再run一下好了 然後我source已經都放在雲端上 主要我是讓各位理解 到底我們在做什麼 等一下會再把這個sample修改一下 因為你可以找別的資料 我是放一個成語 假設我今天要查一個成語 然後我先建一個成語的table 然後再做一個關鍵字查詢 就可以利用這個來改 OK 所以這部分的話 請各位試一下 這邊把它關一下 底下的話 自己再稍微看一下 所以這邊update 這樣的話 他就會把資料通通塞進去 等一下再來講查詢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因為這個地方 變成說 除了我們前面 把前面講過的 基本的元件設計 最難的應該是Listervue 所以如果你對Listervue那個章節不熟的話 你就回頭再看一下 另外再加上資料庫 也就是說最可能最容易不能理解的 應該是那個adapter 資料庫記得是用simple cursor adapter 然後去連 連的時候他需要幾個資料 其實這個一般的書裡面也沒有寫得很清楚 最重要就是說 一定要一個什麼呢 也是mvc 所以第一個是它的context 就是它的c 是由誰控制 然後有一個v 是哪一個view 然後再來資料來源 因為有兩個欄位 放進兩個view 所以那個view的欄位 就是在下面顯示出來 所以front 上面是front 下面是to front 哪一個 應該叫m吧 底下的話是資料 然後放進要放的位置裡面去 這裡的話 我想各位試一下 等一下再來看查詢